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于周日晚抵达芝加哥 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预计她将在大会上获得民主党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的正式提名 总统乔拜登将于周一晚对全党演讲推选贺锦丽 几周前还有望接受重新提名的拜登总统不得不面临告别 想必内心五味杂陈 为期四天的大会预计将吸引数千人前往芝加哥 以表达对贺锦丽出人意料的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热情 现任美国副总统的贺锦丽是黑人拥有印度血统 如果她在11月获胜她将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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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注重新提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